大家早上好 感谢大家来到由first trade第一证券和美股实战训言 来和为大家带来的线上公开课美股期权早班车 也说美股期间实战系列的公开课内容 今天是周二 呃美股稍微开盘 还是由我美股实战顺眼为今天大家带来 在家的美股期权早班车 简单的名声明 我们就进入到本次的班车计划 带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zoom这里有一个问答的按钮提出 啊我已经看到同学的开始提问了啊 以后我们进行更多的互动答疑 首先呃 如果大家选择继续观看等同于上述的条款啊 同时呢我们来看一下本次的班车计划 let's direct into it 那我们最近一直在讲大盘啊 美股大盘的一个情况啊 还是一个健康的回调 对吧还是一个健康的回调 我们看昨天呃 美股其实在4小时 标普500这其实出现了一个底背离啊 包括其实在日线图 也是有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底背离的现象啊 那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是有一些底部的意思出现了啊 至少我们可以看到 关键性的低点应该是已经出现了对吧 关键性的低点应该是已经出现了 那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点啊 一个很关键点 如果说标普500 呃关键性的低点砸出来了的话啊 那接下来更多就是一个做底的一个时间了 对吧 做底的一个时间了 呃 那同时我们也在很早的时候 就已经说过啊 大盘 很有可能会在一个关键的位置 有积极的反应 这个关键的位置就是这条趋势线啊 趋势线啊 这条趋势线只要不破 牛市依然健在 这是一点啊 这个从疫情以来一直都有的一个上行的一个通道啊 同时也是什么 波罗聚变的下沿啊 大概就是在4600附近啊 4600附近 呃 这里 我觉得再次出现了一个关键性的低点啊 再次出现关键点 那如果这个低点出现了 那我觉得接下来更多可能会有测试 或者说来回这里周旋一下啊 但最终的结果是大盘可能会慢慢的 work is way higher 对吧 往更高的位置去走了啊 往更高位置去走了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昨天比较明确的一个地方 同时也可以看到 呃 这几天我们一直讲到的一个情况慢慢的浮现出来了 对吧 慢慢的浮现出来了 另外QQQ我们看到也是同时来到波罗聚变的下沿 在关键的支撑位置下沙 然后放量 出现了反转啊 那每当放量结束之后啊 我们看到QQQ往往都会出现一些积极的反应 对吧 往往出现一些积极的反应 只要放量 只要放量 然后出现反转 至少都会有一轮行情啊 所以我觉得昨天QQQ 也明显看到了他有一定的 啊 新的领导力出现了啊 新的领导力出现了 最近QQQ是相对较弱 因为杀估值的原因啊 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估值似乎杀的差不多了啊 因为我们说到比较关键的国债啊 也来到了关键的支撑位置 141 140这位置是有很强的支撑啊 那如果国债的这里有支撑 那国债利率 尤其是10年国债将会在1.8左右这里 找到一个关键的阻力啊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科技股可能估值上的话 会有一些新的空间 会有一些反弹啊 所以我们看到这边QQQ 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看开年到现在 Yet Today Performance QQQ 大科技股表现是比较差的啊 能源银行相对较强 不用讲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没问题 对吧 然后还有一些生化制药类的大公司 我们看到也没什么问题 有些疫苗相关的 像包括墨沙冬啊等等这些啊 我们看都有相对强势 然后呢 科技股昨天是出现了一个不错的日内的一个反弹 不错的一个日内的一个反弹 然后带动了大盘 看能不能走向更高吧 那我觉得这边科技股还是会有很多估值的压力啊 但现在更多我们看到是国债利率的受阻和国债价格在支撑位置的反弹 这个对科技股来说是会有好处的对吧 就对科技股来说是有好处的 但如果TLT这边没有积极的反应的话 目前我们看到更多还是在1月3号放量啊 往下砸之后 现在更多是缩量开始跌 那我觉得这个呢 说明可能TLT还没有到一个关键的反转折点啊 那我们需要看到有更多的缩量 或者说有抬高的低点啊 或者说有放量的反转的行为 像这种放量的大买量出现啊 那可能才会出现像这样的反转 要不然我觉得现在还是比较早期的一个阶段啊 所以科技股虽然说现在估值 受利率的影响 可能到了一定的极端的程度了 可能会有一些反弹对吧 那这个反弹可能目前还是一个初期的一个阶段啊 还是一个初期的阶段 那昨天结合各种情况来看 我觉得低点已经出现了对吧 接下来不拍出可能这里会再多震荡一下 甚至可能会做一个抬高的低点 或者双底再测试 然后再上去啊 然后再上去 那我觉得值得更多的观察 值得更多观察 另外半导体 我们看昨天也是跌到区间下沿 很好的一个位置 同时也放了巨大的成交量啊 前几天是放量跌 然后我们看昨天是有一个放量的反转 那我觉得这个地点也出现了啊 这个地点也出现了 当然并没有到我想要到的位置 也就是说这个280的平台这个位置啊 但我觉得这个低点也可以接受 对吧 半导体可能就此就跌完了 所以昨天日内我们看到TQQQ 还有包括SOXL 这是是有一些短波段的一些机会啊 这两个都是大的科技类别的ETF 包括还有生化制药ETF 昨天其实也有一些日内的机会啊 我们看到了布对应的是XBI 在生化制药的这个大会啊 JP Morgan Healthcare的conference当中 我们看到 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收购并购的行为 但是也有不少的 healthcare的一些个股的事件啊 尤其是昨天我们看到有莫沙东的事件 对吧 带动了整个大生化制药 还有biogen对吧 这边也是不唱啊 今天也有大量的这些生化制药的股票 全天性的事件啊 也有一些零售的公司 ICR的conference 在全天也有一些事件 说不定能带动一些股价的啊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世界性的 这边都罗列出来了 对吧 都罗列出来了 今天中午12点30分有个ARK做的一个Q&A的discussion 关于目前他的一些仓位的像辱苦啊 nets se啊 sq啊 后这些都是高估值的公司啊 最近被杀的比较惨的 相信很多投资者可能也会有很多的问题啊 谁下早上9点钟 刚刚也有一些事件 还有一些其他的也是在JP Morgan healthcare conference 这些个股啊 也有一些这个收购并购的确认的事件啊 这里还有CGTX 这也是做老年痴呆症的啊 在在今天也是有一些 呃 JP Morgan healthcare 生化大会的事件啊 呃 全州都会有贯穿这两个大的会议 对吧 一个是我们昨天讲到的ICR 消费者会议啊 retail消费者会议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JP Morgan的conference啊 ICR 还有healthcare JP Morgan conference啊 这是贯穿全州的啊 呃 那我觉得生化制造板块依然值得关注一下 目前我们看到第一天 没有什么大的亮点啊 没有什么大的亮点啊 大家看看后面会不会能带动起来 目前看到生化制造板块 开年的表现并没有特别的强啊 但是 XBI 跌到了一个关键性的平台支撑的位置啊 那我觉得这个位置是很有意思的 对吧 这个位置很有意思的 这个位置是我们看到疫情前的高点 然后呢 拉上来之后经过测试多次测试 然后之后出现一轮爆声 对吧 然后现在回到了这个位置啊 回到这个平台位置 包括IBB也是一样的啊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去年后半年表现比较差 然后呢 今年打开新的空间的 也跌到关键支撑位置的 包括IBB也是一样对吧 IBB也是一样 昨天生化制造板块 其实相对集体板块来说还是比较强的啊 然后今天我们看到盘前 前呃很多中小型的公司 像之前我们介绍的Splash Barrage 也是爆起来了 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啊 像Jupiter Network 这也是很好的公司 Tech Resource也没毛病 对吧 Unity Pharmaceutical 这也是好的公司啊 呃很多好公司 我们看盘前继续领投 AMD也是有不错的反弹 然后除此以外 我们看到也有一些 呃小股票啊 大幅的波动向下啊 但从TopGainer来看 今天早上个股的小股票还是比较活跃的 同时大量的生化制造的板块的小股票啊 也是有些新闻带动 对吧 盘前是有不错的行情啊 呃那讲到小股票 我们看中小盘 也是来到关键的支撑位置 做了一个什么 抬高的低点 我们看都是跌到最近的区间下沿 包括波动Gainer 同时无论是平台的趋势 平台的支撑对吧 下沿的支撑 还是说有趋势的支撑啊 我们看到很多品种 最近都是跌到了一个关键的位置 然后开始出现积极的反应啊 包括相对较强的道指 也出现了相对较强势的表现 没有跌到区间下沿 但是至少还是在这条趋势线的位置 对吧 还是在趋势线的位置 得到了更大的支撑啊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道指这里是有相对强势的 明显是杀估值对吧 杀科技股的估值 但是银行啊 金啊银行金融 还有能源明显是可以看到相对强势的啊 开年是银行跟金融 还有这个能源是有不错的呃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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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动市场 这个这个带动市场对吧 支撑在市场在高位的一个情况 所以看到我这边从这个单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就说过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健康回调的一个现象 只是在杀估值而已 对吧 只是在杀估值而已 同时本周有大量的银行在周五会发布财报 周三有Jeffrey投行 周三盘后有KB Home KB Home我们看到也是会有一些异动的 昨天有出现啊 昨天也有大量的KB Home的看涨的异动 感觉在财报前啊 有这样的异动 其实确实让我感觉蛮有意思的啊 KB Home房地产类的 我们看最近也是横盘了一段时间 来到区接下 然后开始现在做抬高的低点了 不排除这里可能慢慢的会走起来 昨天也放了巨大的成交量啊 也是注定了这是一个低点 然后出现了反转的动能 同时这里我们看到周四的盘前 还有Delta 这个也是值得关注的航空类的公司 我们看最近一段时间都不挺强的 从去年年底啊 我们说的消费出行消费类的 开始有pick up之后 这个也是开始出现了一些相对的强势啊 Delta airline比Jets可能还要强一点点 当然这种出行消费相关的 我们之前说过最喜欢的就是Sabrela 对吧 继续持有8块钱 7块钱的成本也好 那继续往更高的位置看 看能不能走出这条下降趋势线 那如果出行消费依然是一个 值得注意的环节的话 对吧 那这个最终我觉得会走向更高的位置 对吧 最终会走向更高的位置 还有台积电也是会在周四发布财报啊 那我觉得台湾台湾半导体啊 比较麻烦的是最近放过量涨也放过量跌了 那现在是在支撑位置 我觉得需要点时间对吧 如果要下一波的话 可能需要一个修复的时间啊 那现在整个半导体板块到底靠谁在支撑呢 很明显不是靠AMD也不是靠英伟达 这两个目前也在杀估值的一个过程当中往下杀 当然不排除可能盘这个低点也出来了啊 我觉得更多还是靠着像MU这种强势 包括还有英跳最近的补涨 那我们看昨天英跳是没跌反而涨的 对吧 所以我们看到英跳这里是没有任何估值需要去杀 反而是开始出现了一个相对的强势的带动作用啊 那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讲到的 如果他不需要被杀估值的话 最近会有相对的强势 而且也该轮到英跳涨了 之前英跳是没涨是吧 现在需要可能有补涨的需求啊 有补涨的需求啊 那就是我们看到半导体里面 现在目前相对比较强势的东西啊 Semiconductor 在这里啊 Semiconductor里面我们看昨天 英跳是有不错的表现啊 然后今天早上AMD目前是反弹 有些反弹 因为AMD也是有些世界性的新闻在推动啊 有些世界性的新闻在推动啊 那这是我们看到整体市场的目前的一个情况 然后美元也是在区间里面震荡 所以导致黄金白银也在区间里面震荡 原油我觉得要大家小心的是 原油又再次来到80块钱 我觉得80块钱是很难维持住的一个价格啊 至少目前当下这种情况来说 我觉得80块钱是很难维持住的 虽然说出行消费类的我们看到对原油会有很大的支撑 但原油之前我们也介绍过一个先行指标 42倍RB-C2目前是在一个低位啊 而且原油价格反而是在高位 那这个其实意味着说原油价格接下来很难维持在高位 或者说原油先行指标必须上来 catch up才可以维持原油目前的80块钱的高位啊 所以这里大家要小心了 这里大家要小心了 我觉得原油这里可能接下来会有一些冲高回落啊 能源板块开年确实挺强的啊 但一月份能不能完全收住 目前还不好说 还不好说 如果说资金再次轮转从传统价值 走向这种估值较高的科技股的话 哎那说不定可能会有 能源的回落 包括银行本周财报 是否也会有冲高回落 这个我觉得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啊 JP Morgan Chase 这段时间也涨蛮多的啊 Bank America JP Morgan Cash都不错 但似乎又要走到前高的位置了啊 Bank America 突破了 但这个突破似乎表现的有点弱啊 我觉得最强的还是Wolf Fargo 当然Wolf Fargo显得又有些疲惫了 花旗银行可能有更多的空间 可能有更多的空间 好 最后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啊 刚刚有同学问到SMA 其实我们也讲过了 这个低点应该已经出来了 目前可能比较强势的是 英跳 目前我看到 如果是大的指数性的股票 英跳可能是有比较强的带动 QQ的低点也杀出来了 这段日内是有非常好的抄底的机会 尤其是在开盘之后啊 我们的QQ就出现了很好的抄底的机会 很好的一个抄底机会 同时这里也有一个小的技巧 之前我们也分享过 5分钟的VM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短线的技巧 只要能够成功站上5分钟的VM 我们看到开盘跌下去这边 抬高的一个低点 然后站上5分钟VM 之后我们看到行情就开启了一波 对吧 开启了一波 那我觉得QQ低点在经过这样的放量之后 基本上已经是出来了 接下来就是可能做抬高的低点 或者说回踩了对吧 做抬高低点回踩了啊 因为拿什么价格可以买 因为拿什么价格可能现在都不好买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买 昨天可能会是一个低点啊 我觉得如果补了这个缺口来到230 我可能会考虑 要不然我可能不会考虑对吧 既然您问的问题这么直接 那我也很直接的回答一下啊 BHP很好处于基础原料铁矿类的 国外的公司啊 ADR 很好的选股 我觉得大的大众商品啊 像这种钢铁同类的行情可能 有比较大的分化啊 有比较大的分化 就是像FreePromat 这些可能龙头会比较强一些 然后钢铁公司像USDU也不错 对吧 但有个别的股票可能表现稍微弱一点点 但也会有补涨的机会啊 我们看最近比较强的是 TechResource比较强啊 呃 PHP也是很好的选股 但是可能更多受新市场 国外目前股票可能还没有完全起来啊 就PHP好像是巴西的公司 我记得没有记错的话 就好像是个国外的公司啊 啊 是巴西的铁矿公司还是哪个国家的铁矿公司 那这个可能更多受 外国的股票的反应啊 虽然属于是比较看好的大众商品基础原料的板块 但是也是受到新市场或是国外的股票的影响 Australia对吧 澳大利亚的啊 澳大利亚的啊 这个可能是大家可能需要考量的一点啊 呃 我们看到Platia这边是下沙 那下沙 然后昨天是出现放量的反转 我们看下沙过程当中量其实并不是特别大 昨天量是非常大的啊 我们昨天好多股票 都是出现了放量的一个反转 这个其实都说明很多股票的关键性低点已经出现了 就像前段时间我们说的关键性的高点出现了 现在关键性低点出现了 那可能会慢慢的work is way higher work is way higher 啊 但是Platia目前图形上来看破了关键的位置还是要小心的啊 inc 没有看到inc是什么公司啊 可能需要重新输入一下代码了 Facebook Facebook如果来到300块钱 会是很好的机会 目前Facebook更多还是有相对强势相对强势的一个盘整啊 现在强势一个盘整也不错对吧 也不错啊 我觉得比很多大科技股都要好了啊 在这里做一个头肩底 可能这里是一个右肩的行程 然后最终可能会突破走向更高啊 那我觉得这可能需要等到第一个季度结束了啊 我觉得第一个季度 美股可能还是回调的这样的一个整体思路 包括杀估值的这样的一个整体思路啊 如果买ADR期权会被扣税吗 如果您是国际账号的话 好像买期权是盈利的话 好像是没有任何税的啊 如果是国际账号的话 期权跟美股的税收是有一些不一样啊 但如果都是国际账号的话都是不需要交税的啊 呃这边我认知当中是这样子对吧 具体的话还是要问一下会计师啊 具体还是问一下会计师 微软跌穿支撑 昨天放量反转很好 对吧 很多股票都是放量反转 昨天我们也说过微软 如果你喜欢的话 是可以接一点啊 而且我觉得微软昨天也跌到位了 跌到这个平台的位置 非常漂亮 是吧 非常漂亮啊 do you think it's a good time to buy apple let's see apple apple回踩 只是回踩区间线 最时没有怎么太跌 太多的下滑下滑啊 微软这里可能就是呃 苹果这就是5%而已啊 我觉得微软10%的回调 可能更吸引人一点 是吧 可能更吸引人一点啊 啊 alb 也是很好的选股啊 也是很好的选股 只是可能目前 还不在势头上 嗯 这些股票我觉得估值很低啊 估值是没毛病啊 在美国的啊 基础原料special chemical 选股是没问题的啊 估值也很低 呃 只是目前没有什么太多的动能啊 而且这公司我们看分红也有一些 但不是特别高的 还一年可能拿个一块多的分红 也就是可能百分之一都不到啊 呃 这种股票可能选股比较稳定 适合做一些卖期权的动作啊 卖期权的动作啊 呃 我们刚还有 PTRA 这也是我们昨天说过的 一只电动车相关的股票 对吧 那我觉得这个可以潜伏啊 这也是白人的选股啊 目前还是很低的价格 10块钱以下 我觉得是好价格啊 BNTX 有需要注意吗 来到区间下沿 很好的位置可以再次介入了 对吧 BNTX 我觉得BNTX可能比MADARA 还要更好的选择啊 当然MADARA也来到区间下沿 呃 感觉这个位置是能守住了 原来以为我想说能够跌到19 180就最好了 对吧 那看来这个位置可能去不到了 200就是可能极限的位置了啊 最近也是缩量下跌 没有任何下降的动能了 MADARA 从长远来说啊 我觉得这种NNA的这种疫苗 像BNTX的MADARA 这些可能会有很好的表现啊 长远来说 我觉得跌到位了市场 没什么大问题的话 这些疫苗都会非常的赚钱的啊 而且会一直赚钱下去 因为大家可能每年或每半年 都要打一次 对吧 苹果 确实不够吸引人 对吧 VOO 现在入场如何 可以如果说你是定投的一个思路的话 这边三到五个percent的回调 低点出现的话是可以的啊 太阳能我们看一看太阳能 有一个ETF叫TAN TAN solo ETF 跌到区间下沿 新能源类的 我们看出去还是比较疲软的啊 但TAN 可能跌到一个关键支撑了 目前成交量来看 可能还需要再需要再过观察一下 对吧 但我觉得很多中盖的太阳能 是有相对强势的 SOL 还有DQ啊 这些是我可能比较喜欢的中盖的太阳能 我觉得接下来可能会有优先的行情 Home Depot也是估计跌到位了啊 但没有跌到很好的位置啊 但昨天的放量确实说明低点已经出来了 是吧 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介入了啊 就参考昨天的低点即可 那如果低点出现 那就是找机会慢慢上车了 是吧 SPLK 也是杀估值的主啊 也是杀估值的主 可能还需要再杀一杀啊 Amazon 也是跌到位了 我觉得啊 区间的下沿 同时也结合放量 那这个低点已经出现了啊 但是Amazon还是比较稳定的最近啊 没有什么太大的 股价上的动能的变化 我觉得可以多再观察一下啊 可能不是最好的这种大科技悬谷 是吧 但是也是不错的一个选顾啊 啊 ASML 也是半导体的龙头 我们看也是跌到区间下沿 然后连续多天的放量反转 那这个低点也已经出现了啊 也已经出现了啊 SML其实估值并不是特别的高啊 并不是特别的高 那回回讲一下刚刚我说的这个啊 Amazon Amazon的估值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啊 那Amazon现在问题就是成长性在放缓 公司其实营收是很强的 只是目前赚钱能力并没有体现出来 因为公司有大量的赚钱的这个利润啊 全部再重新投入到这个公司里面去了啊 保护员工啊 或者说给员工更好的福利啊 呃 或者说再次投入到新的发展的项目当中啊 所以我觉得Amazon其实并没有太理会投资者 这个成长性的这一个关注了啊 更多还是关注自己本身内部的一些成长 呃 那这个我觉得是更长远的一个布局了 对吧 更长远的布局了 当然也意味着股价可能需要更多时间慢慢的起来 Alphabet昨天在关键位置出现了放量的反转 啊 谷歌的估值也是相对比较便宜的啊 GEE is a good time to get yes这个也是跟新能源有相关的一个公共事业的电力公司啊 呃 如果很多能源类的要往电力去转电池电力去转的话 GEE其实也是有相关的概念的 呃 也跌到位了 但是比较可惜的是昨天并没有出现一个放量的绿bar的反转啊 那我就可以再观察一下 呃 但我就估值上从价格表现上来说已经是跌到位了 跌到我想要的位置的啊 但是可能市场认为现在底部可能还没完全出来 是吧 还需要需要再等待一些信号 我觉得NEE是很好的选股啊 如果你喜欢这种电力公司啊 然后新也是跟新能源类有差边的啊 也是不错的一个选股 因为B&B这我们说过很多遍了 估值的原因 不做任何的选择 甚至可能当市场不好的时候 杀估值的时候 可能优先杀的就是他啊 AEE很好的公司 呃估值也相对来说比较便宜 也有不错的成长性 呃分红方面的话 好像也有一些分红吧 1.83%并不是非常高的分红啊 呃 Airbnb估值偏高 这些公司我觉得都要远离对吧 跟Airbnb同时上市的 还有Doordash也是对吧 估值偏高也要远离啊 也要远离啊 如果评价哦 Reality Income 最近房地产类的 我们看到Reality Income 算是比较坚挺的了 没毛病继续持有 就属于长线持有的股票啊 只是现在这个位置想要介入 可能有点难 选一些其他的房地产信托 可能有更好的机会啊 How about Ladoo Ladoo现在目前还确实是在势头上 这个圆弧底看上去很凶啊 看上去很凶 呃 所以目前对生化制药板块来说 这个不是一个好的一个一个现象啊 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啊 呃 如果看跌生化制药的话 我个人可能 嗯 不太符合我这样的一个 目前分析的一个思路逻辑 对吧 但是我觉得做多生化制药 目前也要小心啊 Ladoo这边我个人就不关注了啊 我个人可能关注更多是老布的机会 可能还需要更多时间啊 可能还需要更多时间 IBM 也是很有价值的没毛病 我觉得逢低找机会吸纳啊 最近我们也可以看到有相对的强势 对吧 HPQ也是有相对有价值的 呃 完全不理会大盘啊 有相对的强势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看到 很好的选股 只是HPQ目前可能已经涨很多了啊 不好再进行关注了 但IBM这边确实是可以找机会逢低介入啊 哪个个股现在低估适合入这个要讲的话可能我们要讲一节课啊 明天早上刚好我们会做一个主题性的讲解就是一月效应的布局啊 啊个别板块以及啊这个个股的布局啊之前啊我已经在美股实战学院的官网已经做过一期了啊然后明天呢我会再重新再把上周我讲的内容啊公开课的形式讲出来啊每年我们都会做这个年初的一月效应的板块和个股的布局明天就是主题性的公开课2022年的一月效应板块跟个股布局啊 那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同一一点我们不见不散 until next time trade green and stay proper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信息可以拨打first trade的客户电话 以及first trade chineseatfirsttrade.com电子邮件官方微信服务号first trade横钢985服务华人三十顿老百费商真正意义的明军商 那我们明早同一时间同一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